那你就什麼,你可能就是需要在這個年次的前面再加一欄 插入一欄,這個欄的話呢就是什麼 什麼名稱比較好,叫年期好了 年次吧,這個是年期 年期,怪怪的,反正就是這個欄的名字 這個名稱而已,那我們就是什麼,直接去抓這個資料的第一碼 幾年期,這什麼 那我們可以,就是插入函數,直接抓前面這個字好了 所以用let,let 1好了 我們用let 1,然後前面那個字 然後再串什麼,這個資料的第一個字 第一個字,就那個字,幾年級嘛 那個七年級,那為了讓它好看一點 你可以end什麼,end年級 兩個字,這樣 這好像多餘了,算了 就直接就是幾年級就好了 七年級,然後點兩下 六年級,那你會發現它前面就是七年級 六年級,七年級也都是 但是過來的話,它一樣是文字 OK齁,不過這邊需要轉型嗎 其實倒也不需要 因為其實我們只是說,我希望把它一樣的東西放一起 做統計的話 那其實如果多這個,多這個欄位喔 如果不用群組的話 那一樣可以怎麼樣 就插入書納分析表 那我可以怎麼樣呢 把幾年級 幾年級的這個資料 再把它拖拉到那個欄的 列的這個標籤 等一下 重新整理一下 喔有了 剛剛特別注意喔齁 順便講一下 如果說剛剛明明多一個欄位 它奇怪怎麼沒有出現 請你在做什麼 重新整理 因為它剛剛抓了舊資料 它可能cash 它有個cash 就是它有個quatch 然後裡面的資料還沒更新 沒有更新怎麼辦 沒關係 上面的重新整理嘛 按一下就好了 如果沒有按重新整理喔 你的那個年級出來 所以這個也是需要注意一點齁 好,那再來的話 就是把年級 我看年級 放在那個標籤裡面 有沒有,五六七 然後再把什麼呢 年級 其實再把年級放過來也可以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 就不用計數了 因為我們現在放的資料 剛好因為沒有轉型 所以放過來的資料裡面 不是數字 不是數字的話呢 它預設就不會加種 它預設就是計數了 算幾個 所以這樣子結果也會出來 五年級生 六年級生 結果一模一樣 結果一模一樣 但是喔 比較麻煩的一點就是 你可能需要多一個欄位而已啦 結果也是可以做得出來 那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OK 所以喔 其實要做出你要的報表 方法很多啦 不是說只有單一種方法 只是說看你用哪一種方法 比較安全 比較快速 比較沒問題 OK 所以這個也許提供給各位參考一下 那也順便 了解一下那種 樞紐分析的一些操作的原理原則 順便多學一招 所以如果你假設 那個東西沒有出現的話 你就可以 可以在上面重新整理一下 它這個年級才會出現 這個放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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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出現了 圖的話 你的字型再把它繪製出來 OK 好 那這個的話 是延伸的補充說明 OK 也就是說啊 這工具都活的啦 你不要說 一直只是死背說 一定要怎麼做怎麼做 沒有啦 反正 你假設要做報表的話 我的習慣是 沒有那個欄位 你把它變出來就對了 如果你沒有那個欄位 你就沒辦法做那個報表啊 對不對 第二個就是 你的格式跟它是正確的 你要的是數字 你就給數字 你要文字 你就給文字 你不要給不正確的 那這樣的話 我想做這個報表 基本上就沒有太多的問題 那拉一拉 我覺得樞紐分析表 真的太好用了 哪怕我們習慣用那個程式啊 或者用Seql的 哇 我覺得Seql 有時候還沒有這個好用耶 Seql你看到自己是下語法 然後弄一堆東西 才有辦法看到結果 那這個拉一拉就好了嘛 視覺的話多好用 OK 好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這個部分 延伸的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要接著來看下一道題 所以 這道題如果做完之後的話 請各位再幫我開啟下一個範例檔 就是 這個什麼呢 呃 這個第18頁的那一段 公有零售市場行情這個 打開這個 OK 那這個零售市場裡面的話 誒 這個資料其實是從台北市政府的 這個開放平台裡面抓出來的 那如果有一個需求的話 假如說我今天呢 希望我要去買東西 底下第18頁裡面有個敘述啊 找出那個 時間是二零 二零一九年一月一號 然後 呃 請你幫我把青蔥 在這邊有很多的品名 找出青蔥裡面 到底它的那個什麼呢 在哪一個市場 的價錢 是最便宜的 OK 所以這個地方 並且做出那個報表 還有那個什麼呢 視覺化的這個結果的圖 反正這要怎麼做 那其實啊 這個部分的話 也蠻簡單的 你其實啊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用什麼 用這個 也是插入樞紐分析 有沒有 樞紐分析表 就馬上可以做出來了 當然這個方法啊 我也用過 像SQL UFA 或者在資料庫裡面用過 也在Python裡面用過 但後來發現喔 最後還是用樞紐分析表 覺得用的最開心 你什麼事都不能做 結果就出來了 OK 那這個部分呢 請各位試試看喔